美国要向乌克兰提供平油炮弹 这个消息来源是路透社的一份报道 说美国拜登政府计划在下一批援助乌克兰的武器装备中 就要带上平油炮弹 这些炮弹将是下个星期美国对乌克兰新一批军事援助的一部分 炮弹主要是从美国援助乌克兰的M1型主战坦克来发射 而最先一批的这种M1主战坦克会在这个月 也就是9月份的中旬就要运到乌克兰 也就是说这将是一次主战坦克配套的装备项目 英国之前是第一个向乌克兰援助平油炮弹的国家 是与英国援助乌克兰挑战者二型坦克相配套的 当时英国人的做法就遭到了许多的批评 原因很简单 大家都知道平油炮弹这涉及到放射性物质 会对环境造成长期的破坏 并且对当地的居民的健康以及生产生活都会造成非常恶劣的影响 英国人爱妈之后 美国人现在也要不管不顾的向乌克兰提供这种平油炮弹 这又说明什么问题呢 这样咱们在这简单说一下 首先说明美国政府根本就不在意乌克兰人 俄乌冲突爆发之后美国西方援助乌克兰 打的旗号叫捍卫乌克兰的主权 保卫乌克兰人的生命安全等等 但实际上大家都看到了 美国西方只是在利用乌克兰人而已 通过他们来削弱消耗俄罗斯的国力军力 同时这乌克兰人的死活 美国西方还真的并不这么在意 不是美国人就说过一句话吗 要让乌克兰人战斗到最后一个人 现在英国人美国人接二连三的把这平油炮弹提供过来了 污染的环境那是乌克兰的土地 受影响的是乌克兰人 根本就不会杀害到美国人 所以美国英国他们才不会管什么舆论批评指责 像这样的平油炮弹造成的污染 他们根本就不会关心 这是第一个说明美国根本就不在意乌克兰人的死活 第二个说明美国现在很担心乌军的战场形势 乌军从六月初开始发动反攻 打得非常的不顺利 乌克兰人投入了最后的战略预备队 也就是获得了很小的战果 与整个俄乌冲突战场整体而言微不足道 相反的俄军还有大量的作战力量 还没有投入战场使用 预备队在俄罗斯本土还在集结 俄军新生产的各种无人机坦克等装备 还在源源不断的运上战场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如果不能给到乌克兰足够多的军事援助 那乌军很有可能不是反攻不成功的问题 而是会面临着非常惨重的失败 所以像前一阵极数炸弹也提供了 前几天F16战斗机也要准备提供了 现在又加上了平油炮弹加主战坦克的组合 美国人是真的担心乌克兰那边扛不住 这是第二个说明美国人很担心乌克兰的战场形势 第三个说明美国对自己的装备 其实信心也不足 美国援助乌克兰的武器装备也不算少了 有的表现还可以 尤其是去年的第一个阶段 像标枪反坦克导弹 独次防控导弹 也取得了不小的战果 但是之后基本上就没见什么太大的动静了 有的援助乌克兰的武器装备是高开低走 如海马斯火箭炮开始非常的高调 战场上也取得了一些战火 但是现在基本上也听不到什么动静了 有的干脆一上战场就表现不好 比如像M2步兵战车 这是美军现役的主战装备 结果在这次反攻过程中 乌军装备的这种M2步兵战车 表现的非常的差 被俄军击毁了很多 现在美国的M1主战坦克也要过来了 美军自己平时使用这个M1主战坦克 就配备平庸炮弹的 在海湾战争 在伊拉克战争 使用这种炮弹打的伊拉克的坦克 非常的顺手 表现的非常好 但是呢 美国人非常担心 如果不使用这种平庸炮弹 战场上的威力会不会不够呢 如果这种坦克在战场上表现也不好 那战场的名声不好 会不会直接影响到美国武器装备的声誉 甚至影响到美国以后的军火市场的销售呢 所以啊 为了美制武器装备 以后能够继续大卖 这M1坦克在乌克兰战场上一定得表现的好 所以啊 这平庸炮弹也就一定要给到乌克兰 这平庸炮弹也就能够起来